创作出知名漫画《大神婆》与阿三哥的作家刘欣青 其实她也是一个拥有138项专利的发明家 50年前她创作出机器人半毒机 不但在国内设计比赛当中得到了金牌 还被美国玩具大厂看上 改良之后现在已经迈到了第七代 陪伴过许多不同世代的孩子一起成长 这位梳着包头穿着花布衫的欧巴桑 你一定知道她 她是台湾40年代最受欢迎的漫画人物《大神婆》 台湾真相美的观众大家好 背后操刀手就是她今年78岁的刘欣青 头戴红色画家帽 有着开朗笑容的刘欣青 是家喻户晓的漫画家 但她的另一个身份你一定想象不到 她是个拥有138项专利的发明家 这个是什么啊 不同的方向踩下去 她会把刘欣青发缩 咪咪的刘欣青 就自己跳 就走路就有音乐 对对对 南非买了这个专利器生产 充满鬼点子的刘欣青 回想起当初的第一个发明 其实跟她的漫画很有关系 50年前她以笔下的主角为模型 创造出眼前的机器人伴毒机 我说这个问题放上去 放对了答案 比如说这个是鸭子 放下去 答对了 她就这样 他还会点头 眼睛还会发亮 因为她是50年前做的 所以她太老了 我从博物馆拿出来的 所以她已经不会动了 不要怪她 我为什么发明这个呢 有一天一个小朋友 她就打电话来 把她呛声 你知道吗 真好大 刘欣青啊 你很会吹 哦 这样厉害 一个机器人 上天下海 帮警察杀小偷 帮人做事情等等 后来我生气了 我说 你要怎么样 你才会相信 你做一个机器人 会动的 会做事的 我就相信你 因为一句承诺 刘欣青开始思考 要怎么把笔下的机器人 化为真实 但完全不懂电路结构的 这位漫画家 只能靠着想象 一步一步实验 怎么接线 才终于让机器人成型 还在第一届 产品设计奖中 获得金牌 他第一次发明 就一战成名 还吸引了 美国最大玩具商前来 以助用的方式 取得半毒机的专利 怎么做法 我跟你讲 我卖 给你抽5% 5%很高 卖美卖 就是给你5% 我要摇头 因为听不懂 我这意思摇头 他讲 还有 我先给你20万 台币 每个月至少有2万 进账 不管我没有生产 先约开始每个月 台湾银行 我会坏掉台湾银行 你就会有2万 哇 50 50 民国50几年的时候 60年的时候 那个2万 很大 薪水才几千块钱 老师 所以我就租给他 以机器人 半毒机为雏形 现在已经开发到 第七代 只要一根手指 就搞定 除了机器人 半毒机 这一个50年前 所发明的 不用电的机器人 自学机 更是他的得意代表作 就是教育卡片 比如说 这讲卡片 是讲生物的 这样子 我就插进去 就看这个 卡片的题目 谁是他的进青 比如说这叫牛 你看这边 是牛 他的进青是什么 金鱼吗 错了 猫吗 也不对 鹿 答对了 牛的进青是鹿 小朋友知道 其他听众都是错误的 不用电的秘密 就藏在图卡的边边 因为凹凸的不同 放入机器里 只要回答问题 机器就会告诉你答案 靠这个角 它不一样 有的是 这个下面 有的是切下面 有的是中间 有的下面 有的是中间 比如说这一张 问题与答案都是一致的 它每个角都是一样的 有没有 每个角都是一样的 所以 以这个角 这个不同的 这个 这个方向 来控制里面的机器 这个发明 得奖 德国纽伦堡 发明展的时候 得金牌奖 就很难得了 不过 在研发的过程中 因为非专业出身 开模后再修改 已经变成家常便饭 还因此常常被厂商怒骂 最后受不了 刘欣欣还干脆 聘请职员代替他被骂 每一次 我都不敢去叫他改 哎呦 他骂得好 他也是 实在气死人家 改了那么多次 你就了解 改了就再改 所以我就请了个专门 我讲 你的专场 你有什么专场 我不生气 我用你 为什么 我做什么 你专门提 帮我提 爱骂就好了 要修改模子 你就去 你就站在那 人家骂你就 是 是 是 克服困难 跨领域创作 从民国50年开始到67年 将近17年的时间 发明超过300样东西 刘欣欣堪称是台湾 第一代发明家 但他牵称自己学术不足 因此退出了发明行列 但他勇于把想象化作 新发明的实行力 让他的创意 从漫画书中 要上国际舞台